据广铁集团消息,12日凌晨,铁路部门组织对广深港高铁沿线巡查维修时发现,深圳北至光明城区段有一处山坡发生泥湿流。 为确保安全,铁道部门决定,停运12日中午12时前广州南至深圳北的所有动车组列车。 记者当天上午在广州南站看到,后车区大屏幕上所有前往深圳北的动车组列车全部显示为停运或不同程度的晚点。 其他方向的列车班次一切正常。 与此同时,现场的广播及多块电子信息提示屏也在滚动相关停运延误信息,引导已买票乘客退改签分流。 铁道部门表示,已购买5月12日的广深港方向停运车次车票的乘客,可自停运之日5日起到各车站售票大厅办理退票手续。